英國國會發佈一個提案 海外的學生如果英國讀書 就不可以帶一些老婆、老公 因為屬於跟他一起的Dependence 即是跟他在一起就可以進來 是不可以的 例如他讀PhD的學生 或是一些關於研究的碩士課程 不過要看看是什麼 他說因為這樣的情形 是因為英國移民的數目 用這樣的例子 帶家人來多了很多人 但當然大學那邊有些教師會 大學就說這樣是不對的 其實是反移民 或者不要 對男人、女人 因為有些地方可能這樣的話 就會形成一個 究竟被女人出去讀書多些 還是被男人出去讀書多些 可能會形成有這樣的問題 他就很重要 他說這個非洲、Ligeria 就是最高的 他們帶了很多人來 印度排第二 然後也有巴基斯坦、馬加拉、斯里蘭加 也是一樣的 像Ligeria 他就帶了2022年 就帶了6萬多人來 印度排第二 以前2019年 只是帶了3435人來 怎料2022年 就帶了38990人來 所以英國就覺得 這樣的移民的數目就很重要 增加了 英國首相就說 這樣也不是那麼好 他就不太贊成 但工黨就說贊成 因為他說這個其實應該一早就要有執行 只不過是遲了執行 就看看星期四 還會出一個關於移民去英國的數目多少 應該就說超過70萬 很短期 在2022年6月 對上之前12個月 就有54萬4千人 誰知道一到六月一路對下 到12月就已經多了70萬人 都挺重要 如果這樣的議案是生效 就會2024年生效 讓人來英國讀書 就多些準備 在英國那裡 HOME SECRETARY的政策 他們就說希望可以減少很多萬人 因為這樣藉著說來讀書 就帶多些人來 中國和沙地阿拉伯 就杯葛G20 因為他說G20 就在這個印度的Cosmic 這個地方 有爭議的地方 那裡舉行 所以就杯葛他 那麼這個G20 就準備有60個參與者 來自不同的國家 就將會在星期一至到 星期三就會舉行 有幾百個人 就在馬拉圍那裡 就留在首都走爛 但是軍警就將他們移走到一些難民營了 意大利的火山 EITSNA 又再噴一些煙 灰塵上來 再有一個新的爆炸 一個火山爆炸 芬蘭國營的公司 就停止了 從俄羅斯運動天然氣 網上現在有一個 叫做 將學生的外表來排等級 或者排他怎樣 有些政府人員就說 這些是很大的問題 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小學生 因為這樣會對小孩心理很大影響 例如他生得不太漂亮 或者他也不一定不漂亮 可能他穿的衣服 會在網上將他們排位 這個就要大家很小心